HELLO 之前跟大家说到 Young Living的精油可以不需要稀释都可以直接使用 因为它的品质很顺利 不过大家都要留意一件事 有时我们都会提依一些朋友去稀释 为什么呢?尤其是他是新手 他对我们的精油不是很认识的 因为有一些精油其实比较辣的 例如Thiefs 道杂精油、Oregano、Thymes 分的比率比较高 即是Phenos 比较辣 辣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如果有些皮肤薄 尤其是baby、小朋友、2、3岁的皮肤比较薄 是很容易红的 例如这个Thiefs精油 我自己茶我可以立刻给你们看一下 我自己茶我就没有稀释 只不过呢 如果我茶在颗上是会红的 现在茶给大家看 要等一等 等待有机会会红了 因为我自己的皮肤很薄、比较敏感 红了不代表什么 只不过是有点辣 当然如果小的小朋友会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们通常如果新手 尤其是妈妈 自己先稀释 如何稀释呢?很简单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到 这个Physics的基底油 你买一枝回来 这张白色纸不要撕掉它 像我在这里 用一枝圆笔、圆子笔、锁个洞 为什么要锁个洞呢? 因为别人的按摩油是很稀的 那份纸很小 很快吸收 但是变成倒出来的时候 就很容易倒很多 如果你锁一个洞 就可以控制到滴一滴 然后再加一滴你想稀释的精油 例如通常我都会叫人稀释 稀释、牛肢、Oregano、Thyme、百里香 这些是较辣的 或者Pan away 都可以稀释了之后才用 这样一滴一滴 或者一滴对两滴 然后就可以塗在新度 或者脚底下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或者塗在三岁以下的小孩子 小孩子的皮肤比较薄 就要稀释了 让你慢慢熟悉了 哪些精油你家人觉得辣的 哪些精油你家人觉得辣的 哪些精油你觉得家人不觉得辣的 那就可以不觉得辣的 不用稀释 觉得辣的才需要稀释 所以稀释度是用来让大家舒服一点 不是安全或不安全的分别 是因为希望大家可以容易接受 知道哪些是辣的 哪些不辣 所以大家要多些使用 和多些体验 才知道哪些需要稀释 和哪些不需要稀释 大家记得like和subscribe